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目金光闪动仔细地打亮了起来 表面看起来呀 这只灵虫呢和先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气息却似乎略微有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可不是单纯的衰弱或者说是强大 更像是一种本质上的转变 韩丽眉头紧锁了一下 忽然之间想起了什么 恐恐当中蓝芒一闪 这一次呢 他脸上马上献出了一丝吃惊的表情出来 看似和原先一般无二的灵虫 身上金色的甲壳静人 无限出了一根根肉眼难以查看到的白丝 虽然说几乎弹若不见 但是他可以肯定 先前的士金虫身上绝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韩丽心念飞快地转动 脸色变化了几下之后 默然抬手冲空中的灵兽环再一招 对时呢 又一只士金虫从环中激势而出 并且一个闪动过后 乖乖地落在了手心中 高空一只手掌将这只士金虫一拖而起过后 目中蓝芒连闪是一扫而去 片刻他脸色是微微一变 果然那先前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在灵墨之下 灵魂中心出现的这士金虫身上的甲壳光滑异常 并没有那些白丝 明显士金虫是在进入喜灵石之后 甲壳上这才呈现出了这种变化的 莫非这士金虫对这些士金虫也是大有效用的吗 韩丽心中这般饲料不再迟疑地神念一动 又从池水当中换出了一只成熟体的士金虫 结果呢 这两只啊下过灵石的灵虫体表呢 也同样的呈现出了根根纤细至极的白丝 至此 韩丽心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 这喜灵石竟然对这些成熟体的士金虫 有再次激发变异的奇效 修士不知道这种效用 会将这些灵虫往哪种方向变移而去 他心中这般想着 脸上呢却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惊喜 也没有马上放出所有的灵虫 反而呢是眉头一皱 法觉一催着一下 将已经潜入池水当中的其余的士金虫 也都召唤了出来 并一股脑袋全收进了灵兽环当中 韩丽亚很清楚 士金虫呢会这般快的产生异变 虽然呢是因为吸收了池水当中那些神秘的能量 才会有这般变化的 而喜灵池当中的这些能量 正是他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 在自身未洗髓一经之前 怎肯先减少这些能量呢 否则万一能量不够 洗髓失败 虽然说这些士金虫一变后未能大增 他也只有悔恨交加的份儿了 毕竟啊 境界大成境界 才是他的根本所在 其他的一切嘛都是水中月 境中花而已啊 当然了 若是洗髓完毕 自然就大不一样了 他自会将士金虫放出 让他们进行的吸收池水当中的一切的 对这一切 韩丽心中想得明白 再加上已经寻找了境灵连 当即不再迟疑的将 使手环一收袖子一抖 一道淡淡的金影呢 从中积舍而出 盘旋过后 就化为了一头持许大的金色小兽 正是暴力兽 虽然此地不太可能有外人再进入了 但是为了以防外衣 在我进入池中的时候 你还是先帮我护访一下 真有神秘人闯进来的话 一定要先将我尽力拦下来 韩丽 沉声吩咐 求人放心 我自得尽力的 小兽清脆的答应道 身形移动之下 随时化为了一道残影凭空 消失在了虚空中 韩丽的面无表情点点头 身躯清光一闪 一道淡绿色的人影诡异的一闪而出 这人影和韩丽的容貌一般无二 也是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长袍 正是那句知仙灵驱 随之韩丽又一排天灵盖 一堂黑气一冒而出之后 里面隐隐约约的 有一只漆黑的原鹰 正是韩丽的第二魔鹰 这魔鹰刚一现身 和韩丽心念想通之下 立刻一声低鹤呼向了灵驱 并转眼之间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迹 接着的就不用韩丽吩咐 原本双目紧闭的灵驱 但与双目一睁 微微一笑就化为了一道脆光 投向附近的一片密林去了 这个时候韩丽才取出了 一叠叠阵旗和阵盘出来 将池塘四周呢 一阵狂抛 轻客之间就布下了 三座玄妙的临时法阵 将整座灵池 严严实实的护在了其中 为了谨慎起见 以防外面那两个魔界十足 使用什么无法预测的手段 韩丽也算小心到了极点 将一切防备的手段 都拿了出来 虽然说暴灵兽和魔鹰操控的灵驱 以及这些法阵 根本不可能拦住 任何一位圣祖级别的存在 但是只要稍微给他一些缓冲的时间 虽然就不会给谁 措手不及的偷袭了 韩丽做完这一切之后 这才真正安心了 脸色一松 当即轻飘飘的往池水中 徐徐落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声区刚一接触 淡银色水面的瞬间 一层青色的光木 从体内一闪冒出 将池水轻易的一分而开 韩丽缓缓的往深处沉去 最终的让池水淹没的身形 水面一下子恢复的停静 随着身形下沉 池中的压力一下子激增了起来 将青色的光木 挤压得微微变形 但是以韩丽的神通 自然对此视若无睹的 一眨眼的功夫 韩丽潜入到了那一株 开花静灵莲所在的池底处 他在光木中亲眼打亮了绽放的灵莲片刻 单手一翻转从褚镯当中的 取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盒出来 深吸一口气 一根手指冲静灵莲虚空一滑 一根青丝闪电般的从指尖处击舍而出 围着静灵莲干净啊 只是那么轻轻的一绕 盘子大甲在肉色的莲花 就立刻从上面脱落而下 并在四周压力的挤压之下 往上方一幅而去 早有准备的韩丽 将手中的玉盒冲莲花一晃 顿时盒盖飞起 一片金霞从中意境而出了 只是一个闪动 就把那莲花包入其中 并扯进了玉盒当中 盖子在一落而下之后 这条静心帘呢 就算完整的到手了 至于说服用之法 韩丽自然也是了解一些的 并不是马上服用 而是在洗髓的过程当中 配合洗凌池才可以服下的 分手一晃 玉盒就在手心中不见了 随后呢 韩丽两手一掐掘 一声霹雳过后 无数金色电弧从体内狂涌而出 在体表一阵缭绕过后 一阵金色的电光闪过 韩丽身上的衣衣衫瞬间就化为了飞灰 整个人呢 也一下子变得赤条条的起来 看似云衬普通的身躯 体表呢 却洁白晶莹 并且隐约之间有一层 像牙一般的光泽 在肌肤之上微微闪动着 韩丽被这一切 视若无睹 抬手啊 冲四周的青色的光幕 微微一挥 哼的一声闷响 光幕消失了无影无踪的 四周银色的池水 向赤裸的韩丽一涌而来 将其瞬间包裹在了其中 韩丽不由自主的清除了一口气 在池水接触肌肤的瞬间 一股股汹涌澎湃的 精纯的灵力 顺着汗毛孔 往精脉当中狂注而入 来势之凶猛 让他都大感心惊肉跳 韩丽当即定了定心神之后 立刻就抓紧时机 凡圣真魔宫 顺着各条的精脉 开始疯狂的运转了起来 每转动一个小周天 都将精脉中大半的灵力 化为了自身的法力 这种修为增长方式 虽然说还不及以前得到的两颗神秘的精珠中能量提升的快 但是也绝对是一次不小的机缘 若不是能一连持续三天之久的这般疯狂的吸下去 那修为还真可能再大进一步 不过呀 韩丽心中很清楚 这种法力飞快的增长 那只不过是洗淋池附带的次要的好处罢了 最主要的还是池水中的几种神秘力量 对身体内外的改造 这 还是他以后 是不是能够进阶大成期的关键 此时呢 他已经感觉到 随着灵力在体内飞快的流走 所有的经脉都开始产生了微微的麻痒之感 外面直接浸泡池水的肌肤 则隐隐的传来为一种生疼的感觉出来 仿佛体表呢 正在慢慢的褪皮融化一般 韩丽目光微微一闪 就在池塘的底部直接盘膝坐下 并缓缓地闭上了双目 身躯呢 不动一下 时间这个时候是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整整小半天之后 韩丽原本光滑如玉的肌肤浮现了一道道血痕 但是却诡异的一滴鲜血都没有从中流出 而这还不过只是表面的现象 在肌肤之下的血肉和骨骼 更是被外面那池水中的神秘能量侵入 正在进行着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异变 此种改造的过程 对于一般来人来说 似乎是一种生不如死的体验 但是对于韩丽这般肉身强横到 不可思议程度 并且身具莫大毅力的人来说 这点痛苦就完全可以承受下来的 过了一会儿 韩丽忽然双目一睁 手腕一抖 那个装着灵奇的玉盒 顿时凭空浮现在了身前 河尬自行一掀而开之后 肉红色的莲花无声的飘浮而出 韩丽双目一眨不眨的盯着那静灵脸呢 一张口青霞飞奔而出 霞光所过之处 一片巴掌大小的花瓣被一卷而下 韩丽娜再猛然一息 霞光飞射再回 花瓣就被一卷送入口中了 嘴巴一闭 蛇尖刚一接触口中之物 一股香甜滑腻的鸡叶 瞬间就充斥了口腔 花瓣竟然是入口结化 轻易地流淌入了咽喉之中 一股炙热力从丹田之处爆发而出 化为了十几条火蛇一般飞扑向经脉各处 韩丽的眉头像是泥皱 但是马上脸庞上一股异样的阴红浮现而出了 紧接着此种翼红从头颅处向下蔓延而开 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遍布全身的每一寸地方 它正在骇然至极 这一刻那体温就喷离下的暴涨了千倍之高 一股仿佛容颜一般的炽热的能量 从内向外的爆发而出 甚至于直接冲入到了头颅当中的神石海中 它一时不提防 只觉神石一尘暗叫一声不好 整个人就彻底的昏沉了过去 这精灵连一枚花瓣的药叫竟然霸道到了这种地步了 那股炙热能量仍然在韩丽的体内肆虐的咆哮 温度还在一个惊人的速度提升着 远远看起昏迷不醒的韩丽此刻体表竟然泛起了一层火焰般的红光出来 一会儿的功夫过后 附近池水竟然隐隐的有一种翻腾沸腾的感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韩丽啊 终于从一阵剧痛当中缓缓的醒了过来 这个时候体内的那股高温早已消逝 但他的目光往身躯上一扫之后 却又情不自禁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这间这个时候的身体 竟比先前硬生生的拔高了一尺有余 同时呢 原本裂开的肌肤脱落个干净 一身淡银色的体表正在血肉蠕动当中隐隐形成中 全身各处都传来了千刀万寡一般的剧痛之感 不过相对于此 他的神殿往体内一探而去的时候却惊喜地发现 全身的骨骼竟粗大到一圈有余 同时呢 尾根骨骼的颜色竟隐隐之间 向紫金色转变而去 杭力心面飞快地转动着 连续到了池塘外面的第二魔鹰 直到这次昏迷的时间呢 竟然不过两个时辰 当即心中一松 毫不犹豫地再次张口 从玉盒当中吸入到了第二枚连瓣 两天两夜过后 原本宛若银颈的池塘的表面忽然之间是波涛汹涌了 一让轰隆隆巨响过后 一个直径仗式的漩涡竟然在池塘的中心处赫然形成了 行窝散发出了淡银色的光芒 但是同时又从中狂涌出了无数紫金色的符纹出来 与此同时啊 池塘附近和地面正开始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无数五色光团从草木泥土和西空当中狂涌而出 并在池塘上空飞快地凝聚一体 惊客之间 一团面积蒙水的五色云霄就在麒麟渠正上方形成了 并且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加刺目 而漩涡中传出来的忽明之声也越发的惊人 仿佛有可怕的怪物正在渠堂下推云土一般 忽然之间 五色云霞当中一声晴天霹雳传来啊 一道碗口粗的五色电弧从云霞当中狂屏而下 一个闪动过后就准确无误地击在了漩涡中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整座铁堂都为之一晃 五色电弧为之一铃啊 一道紫金色的光柱从漩涡当中光芒芒一旁而出 竟将五色电弧一顶而散 并一闪直视地没入到了五色光瑕当中 直接从中心处洞穿而过 原本刺目耀眼的巨大的云霞迅速地缩小并暗淡无光起来 刹那之间 云霞一声闷响传来 竟再次地化为了无数光环一散而开 紫金色光柱滴溜溜一转过后 一闪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 池塘当中的波浪也渐渐地恢复了瓶颈 中间的银色的漩涡正是无声无息地化为了乌有 仿佛刚才那惊人的情景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千传第1387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